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听到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这样它不单只是一种疾病 而是一群症状的组合的症候群 包括什么呢 记忆力的减退 影响语言能力 空间感或计算力判断力 抽象思考能力 注意力等方面的功能退化 因此影响了行动能力 无法好好的走路 或是甚至容易跌倒 或者是有些出现个性的改变 幻想或者是 影响人际关系和工作能力的症状 就说他们比较不大想跟别人沟通 这样子等等的 将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呢 2015年马来西亚有一个计算 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 也是被诊断成为阿兹海默症的患者 其实四肢症呢 我们有分级别 原先的都是一般的老化 之后可能就是说在60岁以后 我们会再判断说 他会是纯粹的老化 还是他有步入 失事生的早期 可能你会看到表面是正常的 可是开始有健忘 重复同做一件事情 之后呢会入初期 可能他轻度的 忘记物品的称呼啦 判断力减退 导致感染工作或是家务的完成 对个人喜好物缺乏兴趣 就是对周遭的东西 都很像没兴趣这样子 中度呢 他就开始无法辨认 亲朋去友的心灵啦 困惑感增加啦 然后他会是走 然后甚至会走失 或者是幻想 到底末期的就是晚期呢 他可能是中度的 他无法记得任何的东西 无法辨识家人 无法自己穿衣 洗澡 入厕大小便失境 或甚至长期卧床 就说他没办法治理 可是他对声音跟触感 或是视觉 是还是有反应的 像今天我要说的主要是中或晚期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器材 或者是工具 因为前期跟初期呢 可能可以用一些我之前有分享过的一些很像竹听器啊 或者是那种GPS啊 或者是手机等等的去避免 就是要increase他的一些 对周遭的一些兴趣感 而不要让他自己走在一个角落 但今天我们说失智症跟健忘症 他又差在哪边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以为健忘健忘 可能就说是失智 其他不是 是有差异的 如果失智症的早期症状 就是我刚才有讲的那些咯 可能年长者引起的只是健忘 健忘不是病态 失智症是一种病态 然后健忘是发展比较缓慢的 失智症他比较快 然后健忘症 他有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有部分记忆他不清楚而已 可是失智症 他可以完全的忘记 亲身经历的事情 健忘症或许只有记忆力减退 他不会像失智症这样 记忆对时间地点的判断能力 理解也有障碍 然后健忘症知道自己 在哪儿能分清楚 最好我现在在哪里 我知道我在哪里 失智症他不能 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不知道自己在何处 所以他自己走丢了 健忘症他不会影响 自常的生活 失智症 自常生活有障碍 可能就有跟你讲的自理 自理的能力等等的 或是走失 那种 然后健忘症 不伴有健忘之外的精神症 症状及个人改变 他还是一样 跟革性什么等等都没有改变 可是失智症会 会有任何改变 可能就是怀疑这个 怀疑那个 有些甚至说 是不是媳妇 什么要奴杀我等等的 可能都会有这种精神的问题 然后健忘症 知道自己 很容易就忘记东西 可是失智症 我觉得我自己没问题 我也不会意识到 我自己有健忘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 失智症跟健忘症的一些差别 那今天 有什么合适的生活符具 合适给一些中期或晚期的一些 长辈或者失智症的患者呢 我会分几个产品线 就是符具 去分享 浴室的 有多功能的洗照仪 最近我有去几户人家 他们也有用着 可能是在外国买的 还是什么 我没有问到很详细 不过 我Google 我有看得到 然后 还有就是行动符具 轮椅的 我会讲 加强讲这个 高靠背 清躺式 轮椅 然后卧室的 就是 就是一些床 然后充气 闯电 弹力化 这种 这样今天 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 这是一个多功能的洗照仪 就是说 它可以 因不同的人 因为这个是 产品 它可以 不同的人的size 它可以做一个调整 然后它有那个 倾导式的一个功能 我们先录一个视频 sorr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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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甚至可以 协助患者的尿液排孔 因为有时候 他坐着90度的时候 你要他小便他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所以他就很难去排尿 所以 这个后躺可以让 排尿的那个 过程相对的 简单 然后能够 后躺的这个 功能呢还能够让 只是躺下也方便移位 尤其是床去轮椅 轮椅去床的时候 像今天空中 倾导 to in space又是什么呢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 接触到这个字眼 一般我 知道的是很多 之前去一些 法马系问的 我家人就是中风 我就是要一个躺的轮椅 其实空中倾导 这个功能呢 他减压的 的那个疗效 也相对的比 后躺来的高 就像我们平时 坐这一张椅子的时候 当我们很累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都会往前 去撑嘛 所以这个空中倾导的意思 也是一样 就是释放 臀部的压力 让它重新分布 然后 against它也可以 增加舒服度 耐久度 然后也能够让 知识更加的稳定 然后减低 减力的产生 因为有时候 当患者 一直在使用者 或四肢长辈 一直往前 掉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 一直去拉它 护位的时候 其实间接 会有产生 很多的摩擦力 减力等等的 有时候四肢长辈 或者是一些 患者 他的皮肤 非常非常的薄 或者是有皮下指点的 情况 的话 有时候不小心 我们就会 捞到他的皮肤 破了就流血 这个也是我们 不想看到的 然后就是 降低不正常的 张力发生 因为 有时候 不舒服的时候 他们一直会 也是会 会去做一些小动作 所以这种 我们要减少 张力的发生 然后 有时候 你看他这样 倾导之后呢 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要照顾患者 我们有时候 在家里 还是在 出门 有时候 会有一个 下坡的 一个路嘛 所以你 做一个 空中 倾导的 一个 功能的轮椅呢 他可以 更稳定的 更安全的 做那个 就是 带他们下坡的 那个工作 然后 最重要就是 重新复位 相对的 容易 就是 因为今天 一空中 倾导之后 这个患者 这个使用者 就很 比较容易的 往蚊椅里面 滑回去 所以我不需要 一直去 干 或者去 拉那个患者 所以我 我本身觉得 这两个的功能 其实是对一些 晚期的 患者来说 跟 KQ来说 都是很 受益的 一个产品 他就是 他的定义 就是 坐面跟背靠 相对 对角的改变 对角 你看这个 右侧的 空中倾导 就是从一个 90度 往上面调 可能 0到30度 最好的施压 OK 我们来看一个 视频吧 后躺很舒服 但每一次躺下 头部就会 往下滑 让照顾 变得好辛苦 养乐多二 采用了 特殊连感设计 后躺时 稳定的 支撑头部 减少身体 和头部的滑动 同时 养乐多二 拥有空中 倾导功能 能够释放 累积在 臀部的压力 如果要直接 在轮椅上休息 可以选购 斩轴伸波角 斩轴伸波角 在抬脚时 不会压迫到膝盖 再搭配 空中倾导 及后躺功能 促进 腿部 血液流通 另外 养乐多二 更是一个 治理平台 当你带家人 外出需要 更换 卫生用品时 不用再担心 找不到无障碍厕所 家人的身体 有好的坐姿摆位后 其实头部的摆位 也非常重要 取行头靠组 可以上下 左右 以及球头 360度任意调整 还搭配 智慧记忆插槽 高度角度都可以定位 安装时 不用重新调整 若家人头部 侧向支撑力不足 可以另外选购 三片式头靠 藉由三片式头靠里面的旋钮 做个人化的调整 养乐多二的全拆式扶手 搭配双向式拨角 方便侧向移位 养乐多二的背垫也是可以调整的 能根据家人背部曲线做调整 让背部稳定度大大升级 还通过英国交通撞击测试 车体稳固 安全经的起考验 可以收折的躺式轮椅 外出就诊好方便 横向省力推法 让照顾者更省力推行 养乐多二 照顾好上手 生活不局限 OK 其实 他这个video已经秀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了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是 常常有处方这些轮椅 给一些照顾者或者是患者 或者是一些 甚至一些中逢后遗症的一些老患者 就是Caregiver都在照顾他们的时候 相对的挑战 所以这台车 我处方的时候都帮到蛮多的照顾者 跟使用者 然后 还有就是说 轮椅就是行动嘛 是外用或者是在居家里面的时候用 刚甚至床 甚至床呢 我觉得 并床也是一个蛮重要的 如果是 逝世者已经去到晚期的时候 因为照顾者一般我们睡着的床其实没有什么合适 因为他的功能 没有 或者是他的那个高度不合适 最近我觉得有一台床 马来西亚不懂有没有卖之前 像有看过有人卖过 可是我觉得这床床是很不错的 如果 如果真的是有人需要可以去搜索到 也能够帮助到很多 这张床呢 它是四片四的 所以在照顾患者的时候呢 你给他上来的时候呢 这片第二片是不动的 所以可以很好的滚住 自动扶手也是蛮好的 这是一个哑法 冠心公司 想照顾很多 months ow 汪河2 有一ina 冠心公司 清兽 想 之 家 那 请 空 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时候每一个厂家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都有它的细腻度 我觉得这个资本的设计 其实是细腻度做得蛮好的 就在调整的时候都会做 就是给予不同的患者的高度等等的 然后甚至可以把它降到很低 所以在移位上 也是比较能够去服用不同的人 这个只是一个sharing 合不合适还是要看 我们家庭和居家的一个环境来做决定 像今天 现在比较教科一点 就是气垫床 我们说长辈或者适时症到晚期的时候 可能他都是躺床比较多的话 这样他就有机率 就是高风险 会有压床的情况 这样压床要怎么解决呢 或者怎么避免呢 我们讲prevention很重要 如何prevent 所以这个气垫床 我们人一般睡在床上的时候 的压力度 你看这个图 白色的人很多的点点 orange的点 就是一般压力度蛮大的一些point 所以就是很容易有产生一些压床的情况 像今天压床 这个压力值又是怎么算呢 pressure也是等于force 除以那个area 也就是说force 我们可以讲体重 公斤 除以面积 只要他身体越重 他没办法移位的时候 就变成他的面积小了嘛 可是他体重很大 很重 所以就导致他的压力值增高 皮肤 如果沉重 就是沉重的那个压力值 多于32mmHg的话 局部就开始在受力 或者是缺血 因为你是按着嘛 就是因为在pressure就压嘛 压着 他开始就有缺血性的情况出现 之后可能在一些局部 比较骨骼 就是骨骼的一些位置 更加的有力受压 就很像我常说的 如果今天 四肢症的患者 或者是一些长辈 或者是中风患者 当有两个人 一个是比较瘦的 可能是50公斤 还是40公斤的患者 一个是80公斤的患者 其实两个患者 谁的风险会相对比较高呢 如果没有用气垫床的话 或者是在平躺的情况下 或者是卧床的情况下 会产生压床的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是胖的 其实瘦的人会更高的风险 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皮肤都有四层 可能我们自己简单 就是看到的表层 我们外面就是表层 就是我们outerskin 如果我们会有我们的内层的skin 就是inner skin 到最后我们就看到一些 滴血 好 黄黄的 然后就会看到里面的肌肉 像今天 如果那个是胖子的话 它的那个skin layer 整个那个组织相对的比较厚 所以它要 压床要烂到底面的时候 它的时间会相对的比较久 因为它有存款 因为身体的胖度 跟那个肌肉的厚度 就相对的比较大 可是瘦子的话呢 它没有 所以它一开始压床 确血性的时候 它很快 可能就延伸到 很严重的 就是说从红 到水泡 水泡裂了 开始看到脂肪层的时候 在部里的话 就是看到虎 所以它速度可能很快 可能两个星期就会延伸了 所以这个是 气垫床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符具 当有四肢症 已经是躺床的那一种 然后 这样你躺床 一般就会有摩擦力 主要是第一个接触的 就是表皮 马上受伤 因为缺水性 然后又在 要撕压 就会在表面上 在磨 或者是甚至 我们在移位的时候 我们所要照顾患者 我们就会有 转位的一个动作 可是我们有时候因为 照顾也是有一种技巧的 怎么转位 可是有时候我们大家都不是 来自 照顾客的嘛 可能就是 在拉的时候 会拉到他们的一些 已经很薄的 表层的皮肤 然后就会 导致 有伤口出来 然后再 不小心的话 又没有 施压 这种 辅具的话 它就会 产生 更严重的压疮 然后 有 又能要 去思考的 就是减 就是减切力 就是 生成皮肤脂質的 损坏 我刚才说嘛 从outor layer inner layer 低速到 马舌 到骨 这种都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 只要能够 减低 减力 就是 也是同时 能够做到 预防的一个动作 这个会比较 可能难明白一点 不过 你们就当听 然后 一般呢 气垫床 在很多现在的 法马系都买到 可能在15年前 我刚在这行的时候 每个人 跟 跟那些 要计刺说 要收气垫床 他们都 没有这个概念 可是现在 要买气垫床 是很方便的 只是在于 在于什么呢 气垫床一般 它会两个解剖 一个就是 它的 胖 一个就是 它的气垫 在市场上 看到很多的 就是 这个 肉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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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呢 只是适合什么 人使用呢 它 可能是 刚刚 就是刚刚 落床 或者是 可能 短暂性的 两周 因为手术 它不能够 过床 是不能够 行动 它就要用上 这个气垫床 去减压 可是 巴巴的 气垫床呢 有一个 小缺点 就是说 它 气垫 起来的时候呢 它相对的 比较矮 就像我们说 现在很多 低烂 我们有 薄的 跟厚的 厚的 睡得比较舒服 因为支撑度好 所以这个 巴巴的 可能 Fulling Inflate的时候 它纯粹就是在 2.5cm的 一个情况下 有时候 太胖的人 他也没办法 支撑得到 因为我们说 底面要有 所以可能 你就要去思考 管型的 就是面积 比较 大的 因为刚才我讲 压力只是 体重 就是 Force 除以 Area 就是面积 我们把面积放大 压力值 就会减低 然后管型的 一般 它 脏起来的话 可能去到 4寸 这样它在 承载压力的时候 相对的 就比 这个 巴巴来的 高 这样材质 需要去 知道吗 我个人说 材质我非常 介意的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说 马来西亚的 潮湿度很高 就是 天气又很热 像今天 潮湿度高 天气又热 就很容易 在一些关节面 出现流汗的症状 这样流汗 有可能一下子 没有管理到 就开始 更容易的 产生 那个压疮 所以 一般 在市面上 巴巴的话呢 比较经济款的话呢 它都是用 PVC的 PVC就相对的 比较热 所以一般 我会告诉 使用者 因为它是 PVC材质嘛 可能对皮肤啊 什么等等的 虽然去都不舒服 所以就要放一个 Best Shirt Cover 就是床单 可能是 Cotton的 就是那个 Cotton Material的 因为比较 贴我们的 皮肤 就会比较 舒服一些 所以你必须要 盖一层 那个 Best Shirt Cover 这样 市场上 也有一些 可能会有 讲究一点的 就是说 可能有 Nylon 加PVC的 也有 或者是 Nylon 加PU的 Polyuretin PU的材质呢 它就相对的 比较滑 它的透气度 也相对的 比较好 所以我们说 滑面的话 它就能够 减少 那个摩擦力 所以这个 可能 以后家中 有试试者 或者是一些 中风患者的话 你们去 法马西 买这个 气垫床的时候 可能可以 问一下 药剂师 或者是一些 Health Care Shop 的话 都可以去 咨询它 差异在哪边 它能够沉重 使用者的压力 又有多少 现在我来看一个视频 就是说 气垫床主要讲的 概念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说 在一个交替管的 一个情况来做 死呀 防入窗床垫的工作原理 是通过气垫控制 气柱单双管道 交替循环充气 使得身体受力点 交替受力 当气垫 给 一 三 五 七等 单数管道 充足的气流 使其受力时 二 四 六八等 双数管道的气流 就只有一半 那么 在这三分钟的时间里 床入的受力点 就集中在 单数管道 随后 气流通过交替 在下一个三分钟 床入的受力点 就会集中到 双数管道 床入 通过这种 单双管道间 气流的交替作用 以减轻 身体局部 肌肉组织的压力 防止身体 长期压迫 产生肌肉坏死 也就是 入窗 反正 OK 就是你看到的 它就是做一个 交替的管 只要那个气垫 是上来的 或者是简 简单一点 就是它给我们支撑 在下面的 就是给我们 凌压 因为没有触碰到 我们的皮肤 像今天我们说 一个皮肤 在做一个 承载的时候 另外一边 就是凌压 它们还是要做一个交替功能的 然后皮肤就能够另外一边下去的时候 它就能够做凌压的死方 然后另外一边又再做支撑 在今天我们说 气垫床 用了 有什么好处呢 主要是因为 常说的 如果 今天 握床的患者 我们说 建议说 每个小时 甚至 两个小时里面 一定一定要跟他摆位 就是换位 就是 给他施压 施放压力 像今天 如果 照顾着 没那么多时间 这样 用了气垫床之后 可能 你可以从 一小时 或者是 拉到去 三小时 可是你还是要做 翻身的动作 一翻身 才能够完全的 协助到 整个 施压的 那个 动作 这样今天 摆位 重要吗 可能 平时 如果你没有看到 这种比较 特别的一些枕头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用 我们家里 也有的那种 碎着的枕头 或者是那种 四方形 小个的那种枕头 来做一个 摆位支撑的 一个动作 因为说 我们翻过去 如果没有枕头 去顶着的话 可能他又掉回来 所以 枕头 其实 在台湾 的区域 这种枕头 是很 很popular 有的 所以 我也希望 如果 马来西亚 磁血有这种的话 会更加 帮助到 我们 照顾者 去帮 卧床的患者 或者是 实质症的 年长者 做一个 百味 施压的 一个动作 或者是 有时候 我看到 有些人 会去 自己车的 有时候 我去到 不同患者的家 的时候 他们都会 测很多 不同 pattern 的一些枕头 去 去 fulfill 他 那个患者的 情况 然后 接下来 因为上周 上个月 我们有说到 弹力化 压力化的 那个 概念 其实 主要就是 弹力化 如果是真的是 长期 卧床的 可能就是要防止 血酸 今天 它的基本 概念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 血循环的概念 我们今天讲 心脏 放血出去 就在那个动脉 放出去 然后经过的 那个 毛细血管之后呢 就去到 我们的 静脉 之后 静脉血 还是要回流 心脏的 不说 放出去 是说 不回 像今天 如果是 两个层面 如果是 今天 纯粹是 因为 工作上 久战 或者是 小贩的 那种 uncle unty 他们 久战 可能就是因为 静脉里面 也有那个 半末 半末 就是半末 功能 下降 可能你就看到 这边 这个图 有很多的 那个 轻人跑出来 等等的 所以 像今天 什么情况 能够让他回去呢 一你去手术了 不然的话 你说不手术 还可以 还行 可能你就要 穿压力化 可是 如果是在 outdoor的话 比较热 可能 你就拿一个 最基本的 那个压力度 没那么高的 如果是 在 床上 back ridden的 可能 没什么差 是因为 一般 back ridden的 patients 我们都说 如果 家里是有空调的 尽量都开空调 会比较好 因为 可以降低 那个 身体发热 然后导致的 一些关节的 moisture 就是那种 汗水等等的 就会有 高风险 会产生一些 皮肤的 损坏 等等的 的问题 所以今天 如果把压力化 穿上去的话呢 他就可以 收紧 就是 压缩 紧压 静脉 把它收紧 就帮助 那个pump 那个pump 的功能 帮他push 那个血液 回流 回去 所以这个 就能够 可以让 他不再 恶化 因为 静脉 曲张的 恶化 你没去 做的话呢 他就会 越来越 严重 可能之后 你就要去 血管科 看医生 或者是 做一些 小手术 这样今天 压力化 给 back ridden 的患者 就是说 卧床 不起的 不能走动的 手术 后的患者 的设计 又是 怎样呢 一般 可能 你在市场上 看到的 压力化 给 这种 卧床的患者 都是白色的 一个是 从脚 去到 大腿 或者是 一半 就在 膝盖 以下 所以 他的 concept是 一样的 都是用 压 加压 的情况 就是帮助 我们的pump 我们的 半磨去 把血 pump回去 然后 不要有 停 有一些血块 在我们的 静脉里面 因为我们怕 有血酸 因为今天 你看 很多时候 不管做什么样的手术 或者是一些 膝盖的手术 我们都要经过一个 心脏科的医生 去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做手术 就要看我们的心脏的肌肉 的 performance 我们能不能够做 如果心脏肌肉 棒血功能不好的话 其实 也没办法上手术台 像今天 我们 那些说 做了一个 气概手术 或者是长期 祸床的患者 他 就是 血循环 低嘛 那个 流动度低嘛 所以就需要 这种 来帮忙 以避免 慢性 静脉功能不全 或者是有血块 就是血酸 导致之后的一些 酸塞等等的情况 然后一般 这个白色 backridden的那个 袜子呢 你可以在 那个 拇指头下面 就脚板下面 有一个洞 这个洞呢 主要是来 做什么样的 检查呢 就是说 一般如果是 晚期的 四肢症患者 他 已经可能 不能做 表达的 或是沟通的 一个 动作 或者是一些 昏迷的患者 也是一样 他没办法 做这个动作的话 我们就来看这个 到底这个压力化 有没有太紧 还是 什么的 让 血在这里出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 需要 换一个 size 这样一般 我们说 如果是 工作性的 压力 谈一话 我们是不建议 晚上穿 可是 如果是 因为 病毒 或者是 长期 卧床的 患者 他可以穿 因为他是 不同概念的 一个方式 因为 生活的 活动 不一样 这样 今天我来 给你们 看一下 这个 压力化 怎么穿 我 是 sorry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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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